神经根型的颈椎病的话 我们的治疗也是分两部分 那么根据它的压迫的程度 还有是病人的症状的程度 采用保守或者是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我们先提一下 那么如果是大的肢间斑突出 比较严重的肢间斑突出 或者是脱出 那么出现神经损伤的表现 比如说无力或者是明显的麻木这些 那么应该考虑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的话 我们现在分前路和后路 那么如果是前方的压迫为主的话 我们一般是采用前路的手术的方式 把肩盘去掉 然后把这个阶段给它稳定 那么达到脊椎压迫和稳定颈椎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保守治疗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通过这些保守治疗以外 我们的压迫并没有解决 所以以后我们还是要注意姿势 加强端链两个方面要注意到 避免症状反复的发作 神经根性颈椎病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药物治疗以外 还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 比如突出不是很厉害的病人 我们可以采用手法的治疗 也就是按摩的治疗 那么也是松解神经根的压迫 那么扩大神经根管 或者神经根孔的空间 那么对症状改善也是会有帮助 其他的治疗的话 包括针灸 理疗 还有中药的口服 外用 那么对症状改善都是会有好处 对症状改善